中美元首会晤把垛定向 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道再出发 11月16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次视频会晤 习近平就发展中美关系 提出了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子 拜登承诺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最近中美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 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 强化气候行动的 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出人意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邀请中国参加 与内新冠疫情部长会议 中美关系朝着缓和方向在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也呈现非凡稳定性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十个月 中美贸易总额3.95万亿元 同比增长23.4% 美国年度通货膨胀率 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 美国财长一轮称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 减免部分领域的关税 此举可缓解美国物价上涨趋势 最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作不断 美国议员乘穿机窜往台湾 再度冒险挑衅 中方发出严厉警告 习近平认为 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 原因是台湾当局 一再企图以美谋独 而美方一些人 有意搞以台制华 拜登明确表态 不支持台独 重申美国政府 致力于奉行 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 中美元首试别会晤 能否打破外交僵局 应该说会相对稳定下来 中美双方有能力 有信心 包括有意愿 去管控这个复杂的双边关系 无意同中国发出冲突 我觉得这句话呢 半真半假 不能说它能打破 这些很深很复杂的一个关系 美国会否继续以台制华 美国是不会轻易地放弃台湾的 推动他的盟友走上前台 把美台关系逐渐走向台面化 美国还不会公开地 正式地说我们要保护台湾 一虎一席台PK 习派视频会 中美能否避免新冷战 一虎一席台 有话大家谈 欢迎收看格力电器 独家冠名的一虎一席台 过去这个礼拜当中 全球有一个大事发生了 我们可以看到 习派会首次的视频峰会 正式落幕了 双方官方的表态都是富有成效 既然都说富有成效了 我们要追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一开始我请在北京摄影棚现场的 四位嘉宾简单回答我这个问题 这场视频峰会 向全世界传达的最强而有力的信号 是什么 苏浩请说 我觉得中美关系一段时间以来 确实是在下行 急剧下行 但是我想通过这一次中美元首峰会 应该说会相对稳定下来 我觉得最有力的信号 就是中美双方有能力 有信心 包括有意愿 去管控这个复杂的双边关系 中美双方都充分地认识到 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至关重要 而且对世界秩序的稳定 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美关系是负责任的双边关系 这对世界都非常重要 那么美国的嘉宾 他们会不会有不同的角度呢 我们在场外联系的嘉宾是 宾夕法尼亚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员 人在美国费城的柯瑞凯 柯瑞凯 你从美方的角度来观察 这一次所传达出 最重大的信号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会晤 要传达的信号是 双方是可以合作的 我觉得这样的高级的交流 会给中美关系 注入一些正能量 所以友好的语气正能量 还是最重要的一个信号 好 刚刚五位嘉宾 似乎都传达是比较乐观 比较正能量 但是我想继续就问一点 在没有这场会晤之前 很多人一谈到中美关系 说很紧张 非常担心 但是有了这场峰会之后 我们能不能大胆地说 这场峰会会是一个转折点呢 我觉得不能说这是个转折点 因为我觉得中美关系 当下的僵局的那个原因 还是很深 很复杂的 所以这样的一次会晤 是有用的 是有意义的 但不能说它能打破 这些很深 很复杂的一个关系 它不会是中美关系 回到正轨的转折点 来 苏浩呢 中美元首会谈的话 应该说相对地使得双方的关系 会暂时地稳定下来 虽然是触底 但它不是反弹 但苏浩 你们的底气 是不是来自于 我们大屏幕为您整理出来 就是这次中美双方 他们在表达问题的时候 你看到元首之间 填掉了一个关键点 愿意避免世界两强 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处理分歧 习近平在这里头 特别提到中美相处 应该坚持三个原则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还有合作共赢 而拜登也重申 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 也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吴亦同中国发生冲突 这样的表态 是不是前所未见 王鹏 我觉得这三句话可以这么看 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第一句话 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 这个应该说可信度比较高 但是这不是 我不是认为这是一个善意的解读 而是说在过去多年的尝试 比如说颜色革命 或者各种失败 或者说没有用之后 认为这个是没有用的 不可能改变 凭美国力量改变不了 而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所以不在这里努力 但是另外两条 我不大认为他会真的做 比如说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那么很好 马上一个月之后 我们就来检验了 就是全球民主峰会 我们要看一看 这个峰会的主题是什么 到底谈了什么 在这个峰会上 到底怎么不说编排 或者怎么去议论 讨论中国的 这就是检验这句话的一个试经石 最后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我觉得这句话呢 半真半假 但是我想柯瑞凯 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 拜登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吗 他是说到做到吗 我觉得在这一点 他会说到做到 就是我知道很多中国人 是担心美国是试图 在改变中国的体制 但我真的觉得 拜登政府没有这个意图 我觉得拜登政府的 他想做的是 是建立一些共识的护栏 他说共识的护栏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对话的机制 这是避免这个竞争关系 演化成真正的军事冲突的 一些机制 所以这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 我的观察是 有的情况呢 他可以说得到 也许还能做得到 但是明显有的问题是 说到 但是应该是做不到 那么说说到做到的事来看呢 我倒觉得这次拜登所谈到的 可能要看到了中国的这么一个 迅速的崛起 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相对的稳定 应该说它无意于 再来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想美方知道了 过去一切的努力 它事实上是枉然的 所以它要改变中国 看来是做不到的 既然这样 它可能未来 不一定从这个方向再努力 来努力地改变中国了 但至于它说到的 要结合它的同盟 不是来针对中国 对 我相信这句话是做不到的 事实上美国的 一切的同盟体系的建构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联合它的同盟国家 来有意识地针对中国 无论是像四边机制 美日澳印 还是美英澳 它的行为非常明确的目标 就是针对中国 拜登政府不是试图改变中国的体制 但是它是针对中国的 但它拉拢一些盟友 是针对中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想改变中国的 最近几年的咄咄逼人 我觉得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目的 因为最近十年 美国在这一点是受不了的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到 这是一场元首的会晤 所以元首会晤之间 它谈的问题不一定会很细 所以他们要解决的 首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解决互相的这种战略互移 所以刚才就看到了 这双方的表态 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至于搭建护栏 这个说法 其实不是拜登首次提出来的 当时常务副国务卿舍曼 访问天津的时候 他就已经提出了要搭建护栏 所以美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是一直在调整对华的政策 从原来布林肯提出的 所谓三分法 合作对抗竞争 他现在在细化 比如说要负责任的竞争 比如说要管控分歧 来避免对抗 比如说要有选择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他的对华政策 是逐渐在细化的 好 现在毕竟无论如何 这场元首峰会已经落幕了 大家就要问的是 我接下来呢 我接下来能够看到 什么双方才是真的是 在暖化这个氛围当中 更进一步有善意善行 来表现出来 比如说现在观察点是说 是不是重开成都 休斯顿的总理事馆 有可能在年内完成 王鹏 不管是不是在年内完成 哪怕就是在明年的话 那也是对中美关系 一个走暖或者说是缓解的 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尽管中美两国的元首 一定程度上 做了相对比较平和的对话 但在对话里面呢 实际上实质性的重大的问题 并没有达成明显的这么一种 要解决问题的这么一种姿态 而是一些相对来说呢 比较柔性的 比较的影响不大的问题的 像我之前肯定有了一些共识 所以我想对于恢复领管这个事 是一个大事 我想在可意见的近期 比方说像今年之内 要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你觉得是做不到的 柯瑞凯的看法呢 你觉得有这个苗头吗 在美国有听到这方面的 类似传闻吗 其实没有 我觉得美国人更关心的是 一些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关于记者签证的限制 就是放宽这些限制 这是重要的 推进关于核武器的对话 这很重要 还有第三点 看中国会不会同意 购买更多美国的商品 就像他在2020年签署的协议 承诺的那样 好 拜登在接受媒体的时候 透露说其实呢 在这次谈到了 双方要建立几个管控的机制 要成立四个工作小组 很多人觉得这个四个工作小组 算是这次当中非常大的突破 因为相信内容 可能要在两个礼拜 才会透露出来 你觉得这四个工作小组 有可能是哪些方方面面 你们的猜想又是如何呢 王鹏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军事 台海问题 南海问题 这是最重要的 中美两国的红线 第二呢就是经贸领域 这是因为我们知道 经贸过去我们说是压仓石 结果呢过去的四年 变成了主战场 那么现在不指望它变回压仓石 但是呢能不能不造成性的麻烦 那么第三呢就是说这个人员 比如说人文交流 因为在特朗普时期我们看到 确实把这个大学呀科学家 在美国国内 掀起了一股反华一学者 这样一股浪潮 那么在这个拜登时期呢 他能否把这一页翻过去 这也是我们检验 就刚才说到他那三句话 不谋求不谋求不谋求 这个到底有多少诚意 有多少试镜石 在这里面也是一个问题 我补充一下吧 我觉得还有可能在能源安全方面 建立工作组 因为对话的时候其实也谈到了 现在两国都面临着全球能源危机 那么他们都不希望能源危机 来影响这个全球经济的复苏 第二个就是新冠疫情的工作小组 我认为在疫情上 中美两国还是有很大的共同利益的 包括怎样让世界人民 能够获得疫苗 第三个我觉得是可能会建立 战略稳定方面的工作小组 沙利文在这个吹风会上其实讲了 说中美两国 尤其是拜登政府特别希望和中国 建立战略稳定的这个沟通机制 但是这种战略稳定 跟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 是不一样的 它的领域和范围可能会更大 我补充一点 我觉得可能会在网络安全 或者新兴技术方面 建立一个工作组 有可能这方面中美之间 会寻求一些合作的空间 就是我们中国嘉宾的猜测 那么美国嘉宾呢 来 我要听听的是 在美国现场的柯瑞凯 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工作 工作小组都是有可能的 我补充一点 我觉得还有我们还需要一个 网络空间的工作小组 因为在网络攻击这方面 双方的互相不信任是很大的 所以希望也可以在这一点 有一些更大的合作 拜登在Zedkotano 也坚持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但是习近平讲了一句话 他说在竞争之前 你必须有个前提 那就是合作 中美之间在这次当中 谈出了合作的新量点 什么合作新量点 这个新量点 能够扩展到多大的领域当中呢 休息片刻回到现场 一虎一气谈 待会见 中美贸易战的这个缓和方面呢 可能会做出一些积极的进展 竞争的大常态是没有改变的 只是调整的只是具体的竞争方式 在很多方面很多领域 所以美国人还是觉得跟中国的竞争 还是零和博弈 美国在高调地强调中美之间 应该进行军队控制的谈判 实际上是美国对中国施压的 一个方面 《一虎一气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气谈》的现场 这次的习败视频峰会结束之后 很多人做了降与 所以说中美之间 已经往缓和方向再前进 真的是如此吗 首先在新加坡现场连线的嘉宾是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助理所长高级研究员陈刚 另外呢在美国现场 美国佛吉尼亚州的现场 是美国欧道明大学政治学 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吴璇璇 首先我们看在新加坡现场陈刚 从新加坡的角度来 看待这一次的这个习败会 你看到了什么 这次我们看到呢 这个习败会呢 它其实为这个过去 这个不断恶化的这个中美关系呢 它其实提供了一个 缓和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所以各方是非常关注的 从新加坡角度来讲 它当然是希望中美关系 是一个正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如果中美走向一个 严重对立的话 新加坡可能会面临一个 这个选边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习败会呢 其实各方是相当的 反应是相当的积极的 双方的官方表示说 其实这次是富有成效的 你觉得最大的成效是在哪里呢 其实我认为最大的成效就是 双方能够在世界各国的这个面前 能够坐下来最高领导人进行一个会谈 同时我们看到 其实看到这个阵容方面呢 其实双方都派出了非常强大的 这个经贸的阵容 可以看出来这个下面有可能在这个 中美贸易战的这个缓和方面呢 可能会做出一些积极的进展 好 谢谢 而且我们再转到美国现场 我们想听听看的是吴萱萱 萱萱 您有哪些不同的观察点 请说 我觉得基本上我还是同意 大部分嘉宾的说法 就是这一次会晤 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说明双方在这个竞争的大背景下 试图保持相对的务实理性的态度 在真正符合两国 以及全球共同利益的领域中 两国领导人还是愿意 超越意识形态 地缘政治上的分歧 展开对话 促成合作 那么我觉得另一方面 就是说这个竞争的大常态 是没有改变的 只是调整的 只是具体的竞争方式 那么比如说特朗普时期 他就是把中美关系 搞成了像拳击赛一样 就是说中国虽然不想打 不愿打 但是面对特朗普的 这个拳脚相加的时候 中国政府也是表示 我们不怕打 必要时不打不得不打 但是这个结果就是说 中美两个巨人在打拳击 整个世界跟着晃动 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就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必须换一个竞争方式 那么现在更像是 两个高速列车 在各自的轨道上平行前进 那么或者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 就是中美两国 是在大海上航行的巨轮 那么大家现在在比 谁行驶得更快 更稳 那个续航能力更久 当然另一方面也要避免 双方会出现碰撞的情况 主持人 对 我们在避免 双方碰撞的同时 大家也在想说 你在两个就像你的比喻当中 两个高速的列车当中 有没有办法有可能合作的同时 来带领世界 一起往这高速列车 同一个方向来迈进 相向而行 这里头当中合作 有哪些的脚步呢 中美在发布 气候问题联合宣言 当时的国际媒体 用了这样的一些词句说 哇 出人意料 非常罕见的合作时刻 来形容 那么实际上联合国的秘书长 古特雷斯也说 这个看得出来 应对危机是需要国际合作 针对这个部分气候的合作 在这一次的峰会上 我们也记得习近平特别说了 其实中美的气候合作 就是一个很重大的 新的合作的亮点 苏浩怎么解读 其实拜登他当选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 就是要回归 选择气候变化的这个条约 由特朗普把他废掉了 把他退出来了 拜登实际上 他以当政 首先签入的协议 就是他要回归 这个巴黎气候协定 所以对拜登来说 这是他一个政治的一个资产 那么在这点上 我们中国当然我们已经承诺了 这个双碳的问题 实际上中美实际上在这点上 不单是一个平行 而且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交叠的东西 所以我想这次中美达成协议 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 是在预料之中的 我觉得中美的气候合作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 第一个层面是外交层面 双方都是有强大的利益契合的 自从拜登执政以后 美国其实回归了原先的传统的 这个支持多边主义的外交路线 那么中国一向是支持全球治理 和多边主义的 第二个就是从两国的国内政治来看 或者国内的这个情况来看 美国现在它最主要的 在社会层面就在推一个绿色新政 就是要把气候治理 和自己的经济转型结合起来 那么中国也是出于自己国内 这个环境治理的这个需要 包括经济转型的需要 来推动这个气候治理的 所以在这两个层面上 中美都是有强大的利益契合的 我回到新加坡现场陈刚 既然能够在气候合作方面做合作 所以外媒就出现了一种讲法 说你都能够在天气气候合作方面 让大家意外达到了 今天这种合作的地步 你有没有可能延续到其他的领域 变成一个辐射出去来讲 更能夯实彼此合作的基础呢 哪新领域有可能达成呢 下一步呢 我个人感觉很有可能 会扩展到这个经贸领域 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习败会 其实美方的这个阵容中 就包括他的财长耶伦 我们知道耶伦 他其实也是负责这个关税方面的 因为关税的征收跟这个财政的状况 是有很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他本人以前担任过 美联储的主席 也就是央行的行长 他是在美国的财经界 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所以不可以简单地 以一个财长的身份来看他 所以呢他近期就表示呢 很有可能美方会在这个 中美这个关税战中间啊 这个有所松动 美方会有所松动 会降低中国的某些商品的一个关税 这应该来讲的话 是最近两年美方的一个 非常积极的一个表态 所以我感觉呢 像中方这次也派出了刘鹤 他以前在特朗普时期 他也是中方牵头和美方 进行经贸谈判的这个主要负责人 所以我们看到双方都派出了 这样的阵容的话 其实他暗示着双方下面 有可能会进行非常积极 而且非常具体的磋商 在经贸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 陈刚刚提到了 也包括经贸 但是有没有可能再把这个跨度 跨到非常敏感的 包括了军事跟安全 我要跳到美国现场 请教的是柯瑞凯 柯瑞凯你刚刚意思就想到了 美国媒体大幅报道说 在这一次其实美方也很重视 所谓的战略安定 这个部分来讲 包括了拜登的国安顾问苏利文 连续两天在记者会 释放出风签说 在这一次会谈之后 双方同意考虑开展 军备控制谈判 你觉得这个部分来讲 会有很大的迈进点吗 我也希望看到这方面的合作 我也很高兴看到 这个气候变化的合作 但是我觉得这个合作这件事 不一定会扩展到别的领域 我们要看在很多方面 很多领域 美国人还是觉得 跟中国的竞争还是零和博弈 所以比如说在一带一路 这就是个好例子 很多美国人参议员 众议员政策制定者 他们还会认为一带一路 是中国主导亚洲的一个大战略 取代美国的一个大战略 所以当然在这样的方面 不会有我们希望看到的合作 所以我还是在很多别的方面 不是特别乐观 陈浩 现在虽然美国对华竞争 是一个常态 但是他们也需要扎紧这个护栏 那么军备之间的谈判 我觉得是最后一道保险绳 就是说需要在这个军事安全领域 继续推动一个机制 因为实际上在奥巴马任内 两国是有类似这样的对话机制的 但是在特朗普任内 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样一种状况 对于美国来说 他觉得也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对这个问题 相对比较悲观一点 某种程度上来说 美国在高调地强调 中美之间应该进行军备控制的谈判 实际上是美国对中国施压的一个方面 由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中国相对来说 为了保证我们自身的国家安全 包括甚至台湾和南海问题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在加强我们的军备力量的这个建设 而美方认为 把这个是不是对美方的一种 它认为的一种挑战 尤其包括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这个战略力量 包括我们的战略核武器的建设也好 包括我们的高超音速的 这个能力的建设也好 美方的感觉到一种军事上的 一种挑战或者是一种压力 所以它实际上是要把中国 拉入到美方所主导的 这种军备控制和建设的 这么一个轨道上 而在这点上 我们中央相对来说 我们是非常谨慎的 所以美方以这么的方式 是说想拉中国进来 一定是想要对中国进行一种压制 而在这点上 我想对于中国来看 我们不会给予一种相应的回应 我听见蔡美国现场另一位嘉宾 萱萱有哪些独到的补充请说 我觉得中美两国 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 目前看来可能只是一个 孤立的现象 那么在其他的领域 我觉得很可能会有开展对话 但是要取得一些 比较阶段性实质性的成果 我觉得还比较难 就好像说 新冠疫苗合作的这件事情 积极合作可能很难看到 但是消极的合作 互相不给对方使绊子 我觉得还是可以有预期的 然后包括习近平主席 提到了这个能源供应的问题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那么这一方面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出现合作 但是另一个方面 我觉得 我个人可能觉得 这算不上合作 但更多像是收拾特朗普时期 留下来的烂摊子 就比如说 恢复双方媒体记者的签证政策 为美国的工商界人士 实施这个快捷通道这件事情 然后包括这个战略安全 因为这个在中美关系中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话题 那么美国也比较谨慎 我觉得苏立文在这件事情上 还是非常的谨慎 而且并不想透露太多的细节 更多的是回应美国民众 对于这个议题本身的一种关切 甚至可以说是恐慌 谢谢 来 王鹏的解读呢 我补充这么几点 第一呢 两个合作要区分看来 在气候环境合作上 确实就是中美共同一起做工 比方说我们在能源技术上 有所合作 新能源技术合作 或者说共同制定 全球降碳减排的规则 大家都能接受规则 这是一个合作 但是呢 说中美在军控领域的合作 用的还是这个合作这个词 但是本质上更多的是一种限制 这一点我比较同意 苏老师的意见 第二呢 就是说美国其实抽调了一个前提 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提高自己的军备 不管是在核领域 还是常规军备领域 中国不断提升自己军备力量的 最大的一个源泉就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不解决 中国不管是在海空军 还是在核威慑方面 不可能停止我们的投入 这是最大的一个源泉 但是这个源泉问题 恰好是拜登政府 他无可解决的 可能我们待会也会谈的 就是拜登 他对台湾所谓他的承诺 包括他要求台海两岸 不得改变现状 这个话其实也是免礼藏真 也是说给我们大陆听的 所以他把这个前提抽掉了 空谈中美两国 所谓什么核财军的协作 这个合作我认为 很大程度上 可以把它视为一个话语陷阱 如果要合作可以 中美同时砍掉一半的核武器 美国愿意干吗 来 刘畅 我非常同意 其实美方的很多话 我们要听出它的弦爱之音 很多话我们不能按照美方的解读 来听它的意思是什么 从气候变化这个合作来说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COP26 有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大家为此而共同努力 但是在军备合作这方面 双方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双方需要做的工作 其实是从非常基础的互信开始 一步一步往上走 才能达到所谓的合作 而美方说的合作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是按照它的那种错误的 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来说的这个词 我们不能去上它的当 但相对的除了在气候合作部分 看到了新的亮点 在这一次的元首峰会当中 大家观察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块亮点 就是在经贸领域部分 是不是双方都各退一步 会展现善意善行呢 休息片刻 现在回到现场请出最后一嘉宾 待会见 这个关税的加增和取消 这个在总统的这个层面就可以做到 拜登政府不会取消 大部分的这些关税 他可能会用间接的部分的方式 来取消关税 如果没有经贸关系 在维系中美关系现状的话 中美关系会更加糟糕 究竟是用来压仓的 还是用来进行博弈的 那可能就要两说 《一胡锡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一锡谈》的现场 这一次的元首峰会来谈 大家觉得说有一个很大的 其实另一个亮点 可能还需要时间慢慢来观察 也就是在经贸这个部分的领域 是不是达到了某些所谓的突破 或者是双方都有善意的展现 在接下来一个月能够看得到吗 我们在这一次的视频峰会上 听得到习近平特别指出 中美经贸的关系 本质是互利双赢 在商严商 不要把中美的经贸问题 犯政治化 他提这个概念 他说双方应该要做大 合作的蛋糕 把这个蛋糕来做大 中国海关的最新统计 今年前十个月 中美贸易总额 你看做大了 同比增长23.4% 事实上这就是创造双赢 这个蛋糕越做越大 再来看看刚刚结束的进博会 当中美国企业的参展数量 创新高高达200家左右 这说明了什么呢 在北京现场邀请到的最位嘉宾 是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员 研究员周密 周密 新贸关系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 和最重要的推进器吗 如果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的增速 是大于美国 对于中国的出口的增速 也就是说双方 在原来的这一年的疫情的冲击下 我们从对方进口了更多的东西 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陈浩呢 我觉得经贸关系 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 如果中美关系 存在压仓石这个东西的话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中美关系它遭遇了很大的波折 就这个船整个就在一个波动状态中 所以这个压仓石的作用 也会显得没有那么强势 但你从这一次的这个视频峰会当中 更强化了你的概念吗 觉得这个经贸 绝对是最重要的压仓石 我觉得是的 因为如果没有经贸关系 在维系中美关系现状的话 中美关系会更加糟糕 我看王鹏在摇头啊 王鹏 我略做一点补充 第一 我觉得经贸 这个数据表明 中美的在经贸投资方面 就是说任性是很强的 第二呢 我同意一半 就是经贸关系是中美的石 但是压仓石 还是把船砸掉的石 这取决于你把这石放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中美的关系的大背景 在过去很长时间 作为压仓石 是说中美在战略关系上 没有根本性 或者说是高强度的对抗冲突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这个石它是重量分量很大 但究竟是用来压仓的 还是用来进行博弈的 那可能就要两说 贸易战打到现在为止 到底谁是大赢家 用数字来说明 最新的数据统治 从2018年的2月到2021年的4月当中 美国的民众 因为美国政府是挑起了 对华贸易战 额外支付了900多亿美元的 关税成本 这里头当中 很直接伤害了美国的企业和工人 在这一次的视频峰会当中 可以看到美方的 五位随行的官员 其中一位就是美国财长耶伦 耶伦在事后也不断地放风声 似乎他也表示说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 对中国减免部分的领域关税 真的会是如此吗 周敏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个关税的加增和取消 这个在总统的这个层面 就可以做到 它并不需要国会再去投票 再去通过很复杂的政治流程 所以如果说拜登政府 想要做这件事情 它是可以做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像您刚才说的 这几百亿的关税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关税是美国政府收的 它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 再给老百姓 当然这个过程 怎么去分配就不好说了 但是我是觉得 因为目前面临的这个环境 我们看到拜登到通话之前 他也下了好几个总统令 比如说他对于 他的西部的一些港口 要求24小时7天的工作 因为他的供应链 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 正好是圣诞节的 这个消费的旺季 他的供应链供应不上 老百姓的感受是非常的差 这个对于他的政治影响 是非常负面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美国 他本来是希望通过 这个贸易战达到这个削减 这个美国对华的 一个贸易赤字的一个目的 但是这个贸易赤字 它不仅没有缩小 而且还扩大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美方现在开始意识到 这个其实美国 对中国的贸易的依赖 也是非常大的 原来大家一直都以为 其实中方对美国 有很大的依赖 因为中国需要扩大出口 来这个赚取外汇 但现在看到呢 这个美国经过 这么长时间的贸易战下来呢 他各方的人士都感觉呢 其实这个贸易战很难再继续持续下去 所以今年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工商界 他做了一个这个调查 发现这个随着贸易战的不断的推进呢 其实越来越多的关税的成本 是由美方这边来承担的 而并非由中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美国的这个财经界啊 非常有意愿去反思 它这个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耶伦 还有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戴琪 其实他们呢 现在都在开始反思 希望能够调整这样的一个 这个贸易强硬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我想补充一点啊 就是说其实特朗普做的很多的做法 它并没有倾听市场的声音 如果说按照市场的解读来讲 中美的双边的贸易 是非常的稳固的发展的 但是它用政府的行为 去干扰这个市场 如果说要去倾听市场的声音 向美国政府尊重市场经济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去 把这个关税降下去 起码大部分的关税应该下降下去 我们听看美国人怎么想啊 柯瑞凯 你觉得你会是 中美贸易战的受害者吗 现在美国很多的商品 其实包括圣诞节快到了 很多的商品买不到 要么就是价格比过去贵的 非常多 我可能是一个受害者 但我还会觉得 拜登政府不会取消 大部分的这些关税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中国人以为 拜登政府会改变 特朗普政府的 很多很多方面的政策 但其实大部分美国人会认为 中国在经贸方面 是占美国的便宜 中国政府在给中国的产业 提供一些过多的一些补贴 所以拜登政府现在在受到 很大的压力 他不能示弱 所以我还是觉得 无论那个经济伤害怎么样 美国不会取消大部分关税 你觉得说拜登还会拿着 这张王牌的 他还会拿着这个王牌的 会继续特朗普的一些政策 可能很多中国人会以为 共和党是硬派 然后民主党会对中国更温和一些 可能以前是这样 但现在近非昔比 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有一个新的中国共识 这是什么共识 中国在占我们便宜 所以我们也要很强硬 好 我们听应该在美国现场 另外一个嘉宾 萱萱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可以期待 降低关税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降低关税 是目前美国政府解决 通胀率居高不下 缓解民众通胀心理的一个 可能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就是说要降多少 怎么降 什么时候宣布这个决定 我觉得还需要双方政府 非常高超的这个谈判技巧 和政治智慧 那么我想就总体的经贸关系 做一个补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习近平主席在谈到 合作共赢这个原则的时候 他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 他说地球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提法 因为以前我们谈到 中方的说法是说 容得下中美共同发展 但现在习近平主席说 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方面中方表达了一个美好的愿景 另一方面对中美关系 这个竞争新常态 也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那么也和我们中国共产党 这个第三份历史决议中提到了 要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这个新发展格局 其实是异曲同工的 刘畅针对这个部分想要回应一下 请说 我觉得拜登政府可能会降低一些关税 但是他可能会一种间接的 部分的方式来取消关税 而不会是完整的直接的方式 来取消一些关税 正如刚才有些嘉宾所说 他在国内受到两方面的一些 意见的冲突 比如说商界希望他能尽快地豁免关税 但是一些美国民众 他有另外的一些想法 在这方面可能拜登会陷入 比较矛盾的一些心理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个 渐进的一种步骤 我补充一点 马基亚维利有一句话 他建议君王 坏事一次干绝 好事恩惠要一点一点地给 那么拿这个话来形容 特朗普和拜登的 就是当年一口气加上去 100% 200%加上去 那么现在指望拜登一口气 就退回中国 他没这道理 他没这理由 没法跟美国选民交代 说难道我们做错了吗 我们对不住中国人吗 他没有这合法性 所以即使是要剪 那也是渐进的 一点一点的 而且每一次一定会有 中国要求有相应的补偿 否则的话 他没法跟民主党 包括跟共和党的强硬派 美国选民公司 没法跟他们做一个解释 但苏话我们来看大屏幕 你看形势比人强 美国的劳工部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 你到了今年10月底 美国的年度通货膨胀率 上涨了6.2% 这是30年来的最高水准 美国消费者信息指数 降到了10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那么共和党甚至就创造了一个词 叫做拜登通涨 来讽刺拜登 但是如果拜登呢 在这个时刻 能跟中国部分在经贸合作上 真正有夯实的实质上的一些妥协 善意的展现 他可能就可以扭转这个趋势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通胀率的高涨 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几十年没有过 那么这个状况对于美国来看 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政治上的 经济上的压力 甚至对拜登来看 导致他社会上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引起他的支持率都明显地下降 但在这个问题上 现在美国确实需要得到 中国一定程度上的帮助 比方说他可能一定程度上 商品的工艺应该要扩大 同时一定程度上 可能需要中国更多地购买他的国债 但是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他的一个 定型化的 定义化的 这么一个对华政策的压制 就让他立即要改变 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 不会很快 我觉得美国政府 现在在经贸政策上 在进行一个纠错的过程 因为特朗普政府 他实际上把中美的经济依赖 当作一个武器去对付中国 那么现在拜登在回调这个政策 我觉得降低关税这件事情 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如果美国同意降低关税 那么中方也会相应地 在对等原则下降低关税 那么根据自身的需求 加大对美的采购 比如说中石化上个月 与美国的石油公司签署了 长达两项20年的协议 每年一共要提供 4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 如果能够贸易战加重的关税 有暂时的休兵 暂时的缓解 那么不仅能够暂时缓解 美国的通胀问题 也能让中国以更优惠的价格 获得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也算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萱萱 从你的专业来判断来讲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中美之间在贸易战的休兵 可以说是中美关系 真正是重新回到正轨 真正缓和的具体指标 我觉得是的 只不过目前来看 我个人还是不是太乐观 因为我们现在注意到 美国对华的政策 比较遗憾的一点是 很多时候 美国的官员 因为种种反华的政治压力 很难以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 来对待中美关系 我觉得这也是习近平主席 跟拜登见面的时候 谈到的所谓历史定位的重要性 这个话可能对特朗普说 就是有点对牛弹琴 但是当习近平主席 对拜登总统说 领导人要考虑到 自己的历史定位 多做为中美两国人民 全世界人民有利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话 拜登是听得懂的 或许能给拜登 一些政治勇气 让他能够超越一些 党派意识形态的质固 他可能还是想把台湾问题 做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努力 美国它既是战略模糊 它也是战略清晰 以前的这个战略模糊 已经没有那么模糊 阻止新冷战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其他国家 《英狐西谈》 争论更精彩 这场的视频峰会 持续了三个半小时 这个时间之长 出乎了很多专家意外 这么长当中 很大的时段的篇幅 都集中在敏感的台海问题上 习近平就说了 说台海的局势 面临新一轮的紧张 原来有人企图以美谋独 有人有意搞以台制华 他说这个趋势是十分危险的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中国 在峰会之后 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 动作会收敛吗 认为会收敛的就赞成 相反反对三二一 我们看看 有所收敛的有两个 有觉得不可能的有三个 来 阅文请讲 应该说中美两国 过去几个月来 在台湾问题上 是不断地轮防升级 实际上是螺旋性的上升 上升到一定的程度 现在已经是踩上了红线 一旦中美直接造成一种行动上的 这么一种冲突或者是对抗的话 可能是不可控的 而不可控的结果 不单是插枪走火的问题 那可能就是冲突 甚至一定程度上 可能是中方要采取果断的措施 来解决台湾问题 你刚刚特别提到了 说如果碰到了红线部分 中方会采取断燃措施 这个表态是前所未有的 我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 过去我们没有明确地用这个词 叫采取断燃措施 因为它指定有个前提 是台湾方面如果踏过红线 或者甚至于美国方面 也踏过红线的话 那对于中方来看 没有选择一定是断燃措施 而且这个措施我想 大家都非常明白是什么意思 所以对于美方来看 如果真是中方这么做的结果 那么台海问题就破局了 而破局的结果是 对于美方来看 最终它将失去台海问题上的 这么一个战略筹码 这是美国是不愿意看到的 我昨天也对比了一下 中美的新闻通稿 还有沙利文的发言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在对比的过程当中 你最重大的发现是什么 我觉得美方他强调两点 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他的一中政策 仍然是基于 不仅是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还基于与台湾关系法 和六项保证 这是第一点 美国把六项保证公开地去说 因为以前其实美国 很少在台面上 把六项保证拿出来说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美方特别强调的是维持现状 那么其实它隐含那个逻辑就是觉得 现在美国觉得台海 现在的这个现状 正朝着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发展 所以美方认为 如果再不介入的话 可能就不太利于美国 维持现状的这个终极目的了 从另一个方面讲 我觉得美国未来 可能他自己也许会收敛 但是他可能还是想把台湾问题 做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努力 就是推动他的盟友走上前台 其实之前在这个立陶宛事件 包括在欧洲这些反应来看 美国其实在背后 已经在推动盟友也在台湾问题上 做一些小动作 我觉得这个趋势也是非常危险的 来 王鹏 我对美国在台海事情上 对话之后收手持悲观态度 源于两句话的联理和两个趋势 把它们联理起来 话就是拜登说的 第一是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第二个是我们反对任何一方 单方面的改变海峡现状 就是两句话 两个趋势是 这个趋势也是在沙利文 布林肯和坎贝尔这些人 在过去多次重复强调的 一个是说他们发现 大海峡两岸的 平衡力量 军事在改变 那其实就是说 大陆和台湾的军事力量 悬殊越来越大 这是第一 第二也是他们认为 中国和美国的 这个实力差距在缩小 就是中国在赶超 那么这四条连理起来 那么我得出来就推断 美国它不会 它可能在话语上 在面上会有所谎和 但是实质上 因为它还是要谋 就像刚才说了讲的 谋求维持台海两边 不仅是各自独立 而且是要处在一个敌对 紧张的 一定紧张状态下 最符合它利益 美国它既是战略模糊 它也是战略清晰 换句话说 我个人感觉 美国是不会轻易地 放弃台湾的 虽然它这个口头上 说是它承认 这个一中的原则 但一中的原则 不代表它不会在台湾 被进攻的时候 出兵去保护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很简单 因为台湾在美国的 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 战略中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跟台湾有密切联系 有密切利益联系的 美国的各种集团 政治人物是非常多的 拜登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他的控制力 是非常弱的 不像这个经贸领域 他这个贸易代表 财长 他有非常大的发言权 在台湾问题上的话 国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力量 连拜登自己 他也要忌惮这个三分 另一方面 包括美国的军方 美国的一些其他的 这个游说的集团 都是拜登需要考虑的 此外这个共和党本身 我认为也是拜登需要 这个非常慎重考虑的 一个强大的一个政治力量 所有这些加起来 使得拜登在这个台湾问题上 其实即便他愿意和中国 达成某种形式的一个协议的话 其实他也面临非常多的一个制约 我想问萱萱 你觉得在这场视频峰会之后 很多人关心说 这场视频峰会之后的台海局势 跟之前有改变吗 会因此而稍微缓和吗 我觉得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就像刚刚其他的嘉宾说的 美国还是会有很多小动作 事实上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跟台湾 举行一个所谓的国防政策会议 那么就是类似这样的小动作 把美台关系逐渐走向台面化 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我觉得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举动我觉得就是说 在国内也得到了很多 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就是体现了 美国本身在台湾问题上 对中国的控制力和约束能力 已经有所减弱 所以他需要拉帮结派 拉拢盟友来一起塑造 这么一个国际的舆论 也就是苏利文所谓的塑造 有利于美国与中国竞争的一个环境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短期内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最多是让民进党当局作为大内宣 然后以此还给美国 做出更多的让步 但是从中国大陆的角度 我觉得长期来看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小动作的危害性 它会在潜移默化中制造 对实现中国大陆国家统一 不利的国际娱乐环境 我们需要对此有所反制 但是科瑞凯我想问的是 你觉得拜登政府上台 到现在为此 他所传达出对台政策部分 是从过去的这个模糊 改为更进一步的清晰吗 对对 以前的这个战略模糊 已经没有那么模糊 对不对 美国还不会公开的 正式的说我们要保护台湾 但是他们释放的这个信号 当然是跟以前不一样的 特别是拜登他个人说 我们要保护台湾 他至少三次已经说了这一点 所以这不是特别模糊的一个信号 我们在这次元首视频峰会 还没有登场之前 你可以看到国际的舆论当中 都会明白一种这样的论调 说中美之间已经陷入到建交以来 它的最低点 而事实上双方走的路线 似乎会擦江走火 又担心会发生所谓的新冷战 新冷战这个词 也曾经在白宫的 他的幕僚团队当中 不断地公开强调 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呢 沙利文最近三次的表态 他特别都在强调说 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 这次拜登也重复地强调 这个部分来讲了 我的问题就在这 中美是不是从这次视频峰会之后 我们可以闻到一种说 中美真的在避免新冷战 新冷战不会发生在 中美两个超级强国之间的 可以这样讲吗 苏浩 我觉得冷战该怎么界定 如果说双方之间 形成两个阵营互相间尖锐的对抗 来着造成一些高度的 军事安全的紧张状态的话 现在中美就是如此 但是我倒是注意到 这次沙利文用的一个词 就是共存这个词 英文叫coexistence 其实这个词对于中国外交来看 是我们一个长期的传统 一直让我们谈中国的 和平共存五项原则 共存 是我们的核心词 但是美方我过去做过 我曾经在美国做过研究 专门分析美方在外交政策当中 有没有共存这个词 我发现没有 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理念 到它的政策的战略思维里边 它不主张共存 因为以美方西方战略文化传统 它认为只有以美国的方式 来建构这个世界 才是合理的 所以中美之间不是一个共存问题 而是一个最终谁和谁改变 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博弈 现在美方感觉到 无法改变中国 那么它现在表达也是 不寻求改变中国 既然这样 中美都是两个大国的 同时存在的话 就得需要共存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看美方在政策表述上 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值得关注 我觉得中美在新冷战上 有个共识 就是双方都不喜欢这个概念 因为我觉得双方都认为 新冷战把当前的中美关系 过于简单化和概念化了 因为当年的美苏冷战 无论是新还是旧 它冷战就是一个两大阵营 两个平行市场 它是一个二维的 那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多维的一个关系 它不仅仅是军事 政治安全 包括社会 人文 经济等等 很多领域都在发生着交织 发生着关系 而且中美作为世界 头两大经济体 他们的一举一动 对世界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跟当年的冷战 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第一 中国是真心实意 不想和美国打冷战 打新冷战都不想 第二 在我看来 美国从特朗普的301 就是2018年301调查开始 其实已经开始 对中国启动了新冷战 到现在没有终止的迹象 第三 为什么拜登政府 一定要拒绝这个词呢 我的理解是 因为新冷战 New Cold War这个词 和特朗普 蓬佩奥 已经是紧贴在一起了 它不可能再接牌一个 就是说完全归在它的名下 首先中国并不想打冷战 不管是新冷战旧冷战 那么现在拜登政府 也同样透露出这样的讯息 但是像类似特朗普那样的人 2025年再次执政的话 会不会回到一个新冷战的状态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我觉得阻止新冷战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非常的不希望 中美两国之间打新冷战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 关注的地方 主持人 谢谢 谢谢 您还记得吗 在今年2月份 当我们中国农历除夕的时刻 拜登上台之后 第一次打电话给习近平 习近平跟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合作是中美之间 唯一的正确选择 期待在这个视频结束之后的中美 能够重新回到这个正确的选择 只有合作才能让这两艘的巨轮 为全世界开好最好的福祉 感谢格力电器对白栏目大理支持 下周见 中美关系积极向前 现在斗而不破 关键点在哪里 中美都应该有红线意识 新装上阵负重前行 中国必须了解 为什么美国是这样看中国的 美国也必须了解 中国是为什么看它的 不要被其他的政治实体 卷入到剧烈的这样的一种冲突之中 拜登任内的中美关系 未必有惊喜 但是不会有惊吓 那么我也希望中美两国领导人 在可能剑拔弩张的时候 多想想历史长河上的大国兴衰 文明交替 然后多想想地球村上的其他的村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递 ل you